我大學之後我其實還是會回家幫忙 可是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那時候已經開始準備學教書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一個機會是 那天只要我願意去 不是不然願意讓我上台解題 那對我們來說 其實從輔導解題老師到站上台那一刻 其實不是很容易 所以前一刻晚上我就很興奮嘛 在準備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好說 明天的那個攤子的工作 我可能下午就要交接給你 我要去上班 可是到了下午 就是我已經幫忙到中午 我已經差不多要回家洗澡 然後準備去上課的時候 都一直沒有人來跟我換 我就打回家說 我真的要去上班了 就是一定要有人來跟我換了 然後我媽媽就突然對我說 你下午不要去了啦 你下午的時間多少我買了 可是那個當下我買了那句話 我的感受就是有一種 你不尊重我想做的事 所以我幫我腦子那時候在想什麼 我當下就回說 我的時間你買不起 好 校主想要懺悔 對不起的對象是自己的爸嗎 沒錯 對家人其實在以前小時候 讀書的時候有叛逆過一段時間 然後非常的黑化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高雄長大 然後又因為我是原住民 所以有很常會遇到很多的 種族歧視 然後會有很多的衝突 對 然後久了之後其實就會 在觀念上面就會越來越奇妙 會越來越偏差 那我爸媽也很常被教去學校 比如說我們會有很多的 翹課 記過等等這些很常見 那爸媽很常去學校 就是要幫我處理很多事情這樣 其實以前不會想那麼多就覺得 去訓導書滿酷的 然後做拍是很酷這樣 女生很喜歡這樣 就是這樣 很膚淺 那以前就會一直去做一些 我覺得很好 很ㄎㄧㄤ的事情 那久了久了就是 爸媽會很擔心我 然後以前的觀念真的很好笑 就是像之前有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這也算是我覺得我滿偏差的 就是我去打籃球 跟朋友打籃球 打著打著 然後可能有朋友過來 跟我說嗨這樣子 然後叫我 又有阿祖這樣子 然後要跟我打招呼 然後我也不理他 因為我跟他不熟 我頂多就看過他一兩次而已 結果到了隔天 我就直接去學校 我就揍他 為什麼 就跟打招呼而已啊 我記得我當時那個理由是 我跟你不熟 你不應該這樣子叫我 不是你要叫我 就是我覺得你沒有資格叫我 你憑什麼叫我 對 你憑什麼叫我 我跟你不熟 我就揍你 對 有一次我就是一個平淡無期的 禮拜三吧 還禮拜五 我放學這樣 我就看到別掛的 就來找我這樣 我知道他們是誰 可是其實我們都沒有過節 也都互相認識這樣子 然後說誰誰誰要找我這樣子 那其實我就已經知道要幹嘛了 然後一放學 然後我就去復約這樣 其實大家都認識這樣 對 一見面其實也沒講什麼話 就直接打了 沒有原因就打了 對 沒有什麼原因 我就帶了兩三個 對方也兩三個這樣 打了這樣子 打完之後我想說 那不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就是平常都會發生的嘛 對 成了哪裡平常 對 看不勝於就打人 心情不好 就掉了就開始打 好 我以為可能沒事了這樣 友誼賽這樣 對 然後 然後晚上我就是跟爸媽 吃個飯什麼 然後我就有一個朋友要找我 那我其實也大概知道什麼事情 因為那個人是我以前帶出來的 然後他可能現在就是 覺得自己混得不錯 然後可能是跟那一掛的人一起 那我就知道他可能就是 沒有要聽我這邊 就是幫他們那邊這樣 那我也想要把這件事情解決 那我就出去復約這樣 結果一出去 那我就看到那個人 其實我心情超差 我覺得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 你曾經就是可能帶一個人起來 不管是什麼那樣子 然後他現在是在別人的那邊 那種感覺很不好 對 原來那種背叛的感覺 對 然後結果 我去復約 結果其實他們的理由很瞎 就是想要找理由弄而已 就是我的兒子被你打受傷 我就只有這個兒子 他是我的獨生子什麼 如果他有什麼問題怎麼辦 什麼什麼的 對 那剛好 那個他的爸爸就是當地 也滿有詮釋的一個角頭這樣 那個時候我的朋友們都是 沒有辦法挺我 因為他們可能也害怕 可是我當下也覺得 還好 那我就覺得 今天就解決吧 對 然後我就一個人打兩三個 對啊 人看起來很多 可是我不會怕 為什麼 因為不見得會每個都打 只有前面那幾個敢打而已 對 後面都是 都是有點在 就是當派對人士你知道嗎 就是在後面 雙部門 對 在那邊叫囂 然後在那邊躲一個 看來看去這樣子 對 好 OK 然後那一天 那你小時候是滿大圍的感覺 那你也知道 三拳難敵四手 雙拳難敵四手 雙拳 雙拳 雙拳難敵四手 對 然後就結束之後 其實我身上也都滿受傷的 就是有很多的擦傷什麼 但是不是到那種 躺在地板上 然後沒有行動能力那種 我還自己去醫院這樣 跟我朋友 然後騎摩車去醫院 然後我到醫院之後 我就真的身上 然後臉都腫起來這樣 然後我看到我爸媽來 然後在那個急診室的外面 一直哭 就是哭的那個聲音大聲到 可能十二樓都聽得到 太大聲了 然後躺在電話上 我就想說 我到底在幹什麼 就是我看到我爸媽 一直流眼淚 我就想 我覺得我以後 不想要再讓他們 去承擔這些痛苦 我也不想讓他們 白流那麼多眼淚 他們其實是希望我更好的 對 所以從那一刻 會開始注重學業 那也因為 開始有接觸一些音樂的環境 我覺得我有地方可以去 抒發我的精神出口 對 所以就慢慢的 其實從高中開始就是 有比較注重在科業上面 跟藝術層面上面 對 所以我想告解 是我很對不起我爸媽是 曾經我讓他們去 承擔那麼多很無形的壓力 那我以為我扛得住 可是其實你真的 發生事情的時候 還是你的家人去幫你扛 真的 對 所以爸媽的眼淚 洗底你心靈的眼睛 終於看清楚自己 該走的方向 好 呂飛你現在是補習班老師 但是你擺的志願 你不是想要做教育的 對 其實我最一開始 其實想念法律 或是媒體新聞相關的 那我記得在我高中 考學測的時候 其實我國英社都沒有考差 可是我數學跟自然加起來 沒有我國文高 就是我考得很差 所以我就直接就當機立端 就決定我要去報紙考班 那我記得那是一個早上 然後那個早上 其實是老師有事請假 所以那天剛好我們不用上課 那我們家其實從小到大 我爸爸媽媽是比較勞力工作者 就是我爸爸是做木工 那我媽媽的話 他是在花市 然後擺攤賣蔥油餅 就是從小就是這樣子長大 所以我們家人 其實就是從小到大 就要假日都要去幫忙 那那個禮拜天早上 他就只是進來 然後看到我在睡覺 他就很生氣 因為他覺得攤子外面那麼忙 你為了你要考一個指考 然後你又不是學測 沒有學校念 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我記得他就是 打開房門之後 他很兇地對我說一句 他說你總是從小到大 都覺得自己可以 他說你那不叫自信 你對自己太自傲了 你覺得什麼都做得到 那我當下會覺得 家人不是應該是 最支持我的嗎 你怎麼會當下先批評我 覺得我做不好 然後我就也很生氣地頂撞說 你根本沒有搞清楚事情 發生什麼 那因為我在外婆家讀書 所以我外婆就衝出來 跟我媽說 她昨天晚上念書到三四點 那今天是補習班老師請假 不是她的問題 那我媽媽可能也 拉不下臉跟我道歉 她就說不管 你現在學測就是得 申請進的中文系 她就對我來說 念哪一間中文系都一樣 然後她就甩門就離開了 然後後來就是開始 她就是不跟我講話 甚至她去聯繫了 我的高中老師 郭霄老師 就來勸我說 教育大學的中文系 很不錯啊 你就去念啊 然後我就 完全不跟我媽說謊 然後她就 我還是遞了申請表出去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證明給你看 是那間學校我上得了 只是我不想去 然後我記得到面試之前 其實大家都會要準備 可能穿套裝啊襯衫啊 我媽媽帶我去百貨公司 然後買了一套粉色的套裝 我當下覺得很感動的原因 是因為我爸爸媽媽 其實不太那麼的 會花錢大手大腳 但是那時候她帶我去的時候 她在中櫃一刷就是一萬多塊 就是那是平常她捨不得 花在她身上的錢 可是她花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就會突然覺得 我好像有一點點不孝順 就是以她的角度來說 她可能不知道 我未來想做什麼 所以她會覺得 你就平安長大 順順利利的唸書 這就是她的期望了 對 所以我們其實 對 說好年輕喔 對 現在怎麼了嗎 拍攝角度不好啦 拍攝角度不好 拍攝角度沒那麼好 對 然後很猛 現在是癡性 對 大家開始我就覺得 我好青澀喔 對 那時候後來我就也 就是順利的上了中文系 那的確就正學 然後就進去讀書了 我大學之後 我其實還是會回家幫忙 可是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那時候已經開始 準備學教書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一個機會是 那天只要我願意去 不是不然願意讓我上台解題 那對我們來說 其實從輔導解題老師 到站上台那一刻 其實不是很容易 所以前一刻晚上 我就很興奮嘛 在準備 然後我也就跟我媽說好說 明天的那個攤子的工作 我可能下午就要交接給你 我要去上班 可是到了下午 就是我已經幫忙到中午 我已經差不多要回家洗澡 然後準備去上課的時候 都一直沒有人來跟我換 我就打回家說 我真的要去上班了 就是一定要有人來跟我換了 然後我媽媽就突然對我說 你下午不要去了啦 你下午的時間多少我買了 可是那個當下我買了那句話 我的感受就是有一種 你不尊重我想做的事 所以我幫我腦子那時候在想什麼 我當下就回說 我的時間你買不起 就是我當下就頂撞完這句之後 電話就被掛掉了 那當下就沒有出來跟我換 所以我就打電話 很不好意思的跟 補習班說 可能我身體有狀況 所以我就請了那個假 然後就忙到晚上回家之後 我就攤在沙發上睡著 睡到一半 我媽把我搖醒 然後我就看到她的臉是 她哭過的樣子 其實我有點難過 是因為 她難過的原因是 她覺得她把我養大 然後她那麼辛苦 我怎麼可以 就是用她賺錢的方式 然後來去批評她 或是謾罵她 可是我其實也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我媽媽把我叫起來 她就只跟我說 你現在跟我道歉 她說你不可以這樣 對你爸爸媽媽講話 然後我當下就說 我覺得我講錯話了 可是我覺得 你也要從我的角度去想 我說我沒有辦法 把一輩子都待在這個攤子前面賣筆 唯有我想做的事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但絕對不是你傷害父母的原因 那那天其實我有點拉不下臉 跟她說對不起 我就說 我知道我不應該這樣講話 我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她就說 沒關係 從小到大你嘴巴厲害 我都說不贏你 就是 我那時候後來回台北的時候 我就在反思說 對 的確從小到大 靠嘴的比賽 我都沒有說輸過 可是 有些關係是不容許你說贏的 所以事後其實 我媽媽就是 我還是傳了訊息給她 就是有跟她道歉 告解這件事 那可能長輩也不知道 該怎麼回覆我 那我就後來就 後續補習班的工作 就越做越穩定了 然後我也覺得說 他們可能也會 有點不諒解 為什麼我沒有去考公職 當學校老師 然後我也沒有去問他們說 對我的工作的看法 可是事後到了 很久以後 我就是從其他親朋好友的 耳中 或是口中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其實很在意我 就是他們就會默默地說 就是我可能上節目 像我上次來 然後講失戀的故事 對 然後是其他的堂姐 然後傳給我爸爸媽媽看 然後就說 其實妹妹一直很感念你們 然後她會默默地 把我上節目的片段收起來 然後或是 轉分享到其他群組 可是這是她從來沒告訴過我的 以妳為傲的 對 而且她講到說 她其實有一次我們在作禍 就回家幫忙的時候 她講了一句話 然後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我媽媽 她跟我說 她可能一輩子 沒有什麼太大的成就 可是她覺得她一輩子 做得最好的事情 就是把小孩教好 然後我就覺得 我當初就很三發說 妳很三發耶 可是其實我很感動這句話 因為我知道他們 我長大很不辛苦 然後他也很盡量地 就是讓我在教育上 是不予匮乏的 對 代表他最重視你 而且你做得很好 讓他覺得很自豪 對 謝謝 好 問一下 有時候我們對我們 很親密的人 像對我們的家人 講話都非常的直接 因為我們覺得你會懂 有時候就變成 是一種傷害了 就怎麼辦 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事 就是不小心傷害到爸媽 但是最後你到了一定的年紀 或你從別的事情發生之後 你發現說 好像那時候我那樣講 不對 我傷害到他了 我爸爸對我任何事情 我都覺得是沒有問題 我天生就是應該這樣 被對待的 所以你沒有 你對他們不會感到一種恩情 我認為每一個人 到了一個你一定的年紀 他都需要去學習這件事情 對於自己的人 更親近的人 你更要保持一種 感恩的心情 然後你要去 跟他們保持一個距離 你要尊重他們 你要了解他們 你要知道他們為你付出了多少 好 讚美跟感謝 其實是要會表達的 有時候我們這個家人相處之間 難免會有情緒 但你要讓對方知道 不管我說什麼 我都是很愛你的 男生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都在命運好好玩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